适合打一些小规模的 这个线上的Gunk 像VS加Lang 非常经典的一个线上组合 而且Lang加上这个 蓝猫啊 应该说这Gunk是会非常的犀利 线上抓人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 其实打团战的话 还是静雯方占点优势 当然如果打野战的话 由于静雯方这边 天天方虽然说点控比较多 有VS有Lang 但是静雯方也不虚啊 有这个乌依 有兽王 有牛头 所以说具体怎么打 还要看双方的发挥 应该说从阵容方面来看 前中期还是静雯方占一些优势 真正打到后期的话 如果静雯方一味的干渴 专门没有起来的话呢 这个面对一个神装的死灵法 和一个神装的小黑 那也是感觉有一些 会感觉一些力不从心的 那么汉地成就是采用一个拉野的策略 那么现在诞生医血之后呢 就一直没有人头树的爆发 无疑是买了鞋子 由于前面拿到了医血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蓝猫 已经是六级了 这样的话就很难杀的 这边中路又是赶过来了一个英雄 是VS 想要来配合 来击杀一下这边的兽王 是不是会打一个先手呢 那么牛头可以看到 这边也是非常先手 拉了两波野 可以看到 这边在第一波野快要结束的时候 然后吃开一棵树 把第二波野往这边引 往这边引 那也可以让一波野怪吧 这个打两波野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办法 那么这边是五级的剑胜了 来看一下一个 第一杠取消 第二杠封道 直接是开转 这杠有没有封死 还没封死 应该是转不死吧 拉伦也在这边 自己反而有危险 插起 这边感觉子龙会挂 又变羊 这边子龙挂了 来看一下 还砍一刀 哎呦 这边牛头的蓝 牛头的蓝 又是第一个 可惜 非常可惜 感觉前面 温斯特的老牛 有一些 犹豫不决 该上还是不该上 前面一直在处于 有个回头的 这种阶段 好 那么说王的话 是吃到一个 Double 蓝猫 蓝猫的蓝 不是非常多 但是血是满的 所以说也是杀不死他 这边蓝猫 先是一个R 吼住 一个斧子 再点一下 哎呦 这边一下 能不能追上 能不能追上 这边的蓝猫的蓝 还够这么小飞一下 小飞一下下 130多点蓝 受亡 不追了 那么这边也是 包过来了很多人 一个叉 叉起了人和猪 这边又一个炸 兵剑 这边PS PS不要太猛了 这边又是一个斧子 有双倍的 这下能不能打上 蓝猫有鞋 圣王也有鞋 又是一个诈拼死 那么这边也是 引来了 众多英雄 这边是个VS套了一个 非常猥琐啊 这个给敌方英雄套 而且诅咒 能诅咒到两个人 第一个死掉 第二个来看一下 这边的浪 又是回手插一个 诅咒的时间是到了 这边奔腾 给自己一个奔腾没 蓝不多 没有蓝了 可惜 那么诅咒 呃 无疑是在这边绕 啊 又是来了一个TP 那就赶快走吧 前面这个 KSS的 李子套 应该说是非常有想法 看到Lion和这个VS 走在了一起 他没有第一时间 给自己套 啊 而是给VS套了 一个李子顿 诶 这个大家真的要学习一下 在合适的时机 给哪一个单位套李子顿 啊 真的是 大家要 这个学习的 那么前面蓝猫是TP下来 把健身给干掉的啊 健身前面是 干掉了死灵法 啊 然后死灵法 蓝猫呢 又是为死灵法报仇了 来到了这边下路 前面是忙着分析这个 啊 暗森的李子顿了啊 真的是前面那一幕是非常出彩的 那么现在是快八分钟的时间 双方的比分呢 是四比三 那机会方还是领先了一个人头 蓝猫 已经是鞋子品质大魔棒 那大药膏 那基本的干客装备都是已经有了 死灵法是混得非常不理想啊 只有一双鞋子 那么可以看到 在下路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要时刻 这个提防 健身和牛头的突袭 那么来看上路小黑的发育情况吧 小黑现在是四十阵步 八分钟就已经四十阵步了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 对静魂方来说 啊 如果你们再不压制一下 这边的小黑 很有可能他就起来了 一旦小黑起来是非常猛的啊 来看这边的健身 前面的无敌斩 应该也是用过了啊 好的 那么黑夜现在继续在上路 非常猥琐的断兵 身上的装备呢 也是没有买八七五回复 啊 那么感觉他 可能是感觉到 这个瞬间补给能力不够 所以说也是先买了 这个六百块钱的磨瓶啊 那么这边又是 引起了啊 这个群潮啊 VS的L 直接是受到这边小黑的召唤 直接是赶了上来 再点 但是他没有A英雄 可以看到没 这边KSS是没有A英雄 直接是跟着走的 这边感觉会死啊 插起了 奔腾的时间已经到了啊 再点一下死掉 漂亮 那么前面 圣王又是带走了RCC 啊 RCC的死灵法师 那么我们前面是在看上路 也是同时爆发的人头 那么前面大家学习啊 这个黑夜现在塔下 啊 烫人的时候 不要点对方的英雄 要点地板啊 点地板 一旦你点了对方的英雄呢 就会吸引到塔的仇恨 这样的话 这个在没有先锋盾支持的情况下 或者穷鬼盾支持的情况下 减伤啊 也是非常痛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学习 在塔下的时候 切换不要轻易地吸引到塔的仇恨啊 那么小黑前面又是帮助队友 把黑夜前者干掉了 这个经验和等级方面啊 金钱又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现在已经是正补46了啊 啊 九分半的时间 那经验和方呢 也是马上来了一群人 要来干扣这边的小黑 啊 这边牛头也是赶了过来 这边再不抓一下 已经是 啊 这边是 拉 我来看一下诅咒 能不能给上 啊 一个沉默漂亮 拉一下 这边的乌依 这血量 这边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的浪 这边的DS反倒是被反杀了 哎呦 这边的 这个浪啊 真的是大难不死 啊 前面应该也是 两位数的血量吧 真的 前面是非常极限 那么蓝猫呢 也是来到了这边上路 智力精的甲腿 已经是完成了 那么蓝猫呢 一般听到前期 比较长出的装备啊 就是这个甲腿 甲腿 然后加两挂件吧 啊 然后再出一个大魔棒 那么如果不出大魔棒的话呢 可以出三挂件啊 甲腿加瓶子 也是可以选择的 那么蓝猫注意 因为他这个英雄呢 是属于一个突进型的 啊 干坑英雄 所以说他经常会 干坑完一个人 所以血量上呢 就会有比较大的损失 所以说在喝魔瓶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把甲腿切回敏捷型啊 切成敏捷型的甲腿 然后再喝魔瓶 因为他既要需要补蓝 那又要需要补血 所以说这个 一定要切成敏捷型 可以给回复 自己回复更多的血和蓝啊 那么这边这个眼睛 也是CH点的 这边的蓝猫 一个人冲了上来